今天买到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啊 叫做这个 银银面啊 这个 魏斯蒙出品啊 银银面 然后它是放在那个泡面去卖的 然后它也是一个泡面的形态啊 它拿回来之后它有个封套的 这个已经是煮完的了啊 它是背面是画 然后正面是画 这个包装上呢 有寄它的热量啊 每100克987千角 然后这一份是200 我记得是200克吧 这一份是208克 然后它的这个主食方法 就是先煮冷配料 然后再煮面 最后把面 把配料和那个浇在面上 最后再撒上这个料包 那么我们前面的工序呢 因为比较长啊 要实际将近20分钟啊 所以说我就先处理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进行它这个 最后一步的操作 就是把这个把这个料撒在面上 这个看上去还可以啊 他说这个包装写的是 味道陕西 味道陕西 是吧 人味道陕西 但是味到了 味到了陕西 就是 不是这个 这个味 是那个味道的 味道的味 这一包料还挺多的 挤一挤 可能挤下来好多 我是从来没吃过这个 表面面的啊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判断它正宗 还是不正宫 但是我可以试出它好吃 不好吃 是吧 这个是 这个调料一挤啊 挤的周围全都是 崩的 看一下这个是 它里边还有很多菜啊 配菜 像这个是像黄花菜的东西 嗯 还有这个应该看上去像干笋 笋干 嗯 是的 没错 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拌一下再吃 感觉是应该拌一下的 它这个面是很有特点的 它是那种板面 也就是说 煮的过程中呢 其实它很容易就煮的 把形状煮的不好看 我这个尽量保证了它不煮辣 尽量还是这个 板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试一下这个味道 饼饼饼面啊 第一次吃 嗯 实话实说啊 可能是没半开的原因 它有点咸 不过味道上还是 酸酸爽爽 很好吃的 面非常滑 它这个面非常滑 然后配上它这个醋的这个酱料之后 整个的感觉就非常带感非常带劲的一个面 嗯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挺适合夏天吃啊 因为还是个味道很重的面啊 在厌食的夏天厌食的时候可以尝试 如果平时的话我就觉得这个还是味道有点重 不过整体上啊 还是不错的 这个东西推荐一下啊 这个山西的这个表表面啊 有机会去山西的话 我也要试一下这个当地现做当地人做的表面面 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正宗 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微知小白 有互动 拜拜